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样好了 我们就考一下试 我们可不可以背一下我们今年的主题经文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请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有君尊的祭司 圣洁的国度 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 那招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的确 弟兄姐妹们 我们是被神呼召出了一群人 我们被神拣选 做神的祭司 成为神的国度 成为神的子民 成为主的使者 这里讲到我们肩负的一个使命 就是要宣扬神的美德 所以每位基督徒毫无疑问 我们都是蒙招的 我们被神呼召 见证神的美善 传扬神的美德 但是我们要思考 这些话我们可能近这一年来 或者近几年来听了很多遍 可是我们真的能够行出来吗 我们真的能够行出来吗 这是我们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我记得有一位弟兄很真诚地跟我讲 他说你们牧师在台上振蔽一呼 你以为我们就做得到吗 我前不久还和一位弟兄谈心 他曾经是对传福音 是比较热心的一位弟兄 他说 我现在要顾自己 已经不能传福音了 先把自己管好再说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 有多少这样的人 或者说这个是不是我们信仰生活中 每天的一个真实光景呢 我们听到教会的呼召 传扬福音 造就门徒 觉得自己总该做点什么 可是好像没有什么力量 也没有什么喜乐 但是迫于各方的压力 又觉得自己是基督徒 有这个责任 而不得不做 好歹地做一点什么 其实我们去思想 传福音如果只是一个工作 传福音如果只是一个工作 那么他的工作任务 job description It's not a very fun job 可能并不是一个非常有兴趣 有乐趣的任务 但是我们也看到教会当中 似乎有这么一批人 他们实在是对传福音 非常有热忱 非常喜欢 也非常有喜乐 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真的是感受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他们因着领受到了这个福音 因着活出这个福音 他不仅看到福音的宝贵 而且他们有从里到外的这种传福音的喜乐 并且因着这个喜乐就可以感染到其他的人 他不是因为惧怕神 而是去接受这个任务 他更是因为神的爱激励他 使他就开心 乐意 甘心顺服 去做这个工作 他们愿意用神的爱 用爱去呼召 接受神的呼召 因着爱他们可以忍受苦难成为中心的使者 我想我们作为福音的使者 我们有教会的这样一个主题 我们真的是要学会怎么样的去明白这个福音 认识这位神 而且深深地活在神给我们的有福的恩赵 我想今天我们就来读我们的主题经文 这段经文 以复所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 我要请弟兄姐妹一同同声来读 请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 就为你们无助地感谢神 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私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他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镜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赵有何等指望 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 所显得能力是何等浩大 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远超过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 主治的 和一切有名的 不但是今世的 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 又将万有扶在他的脚下 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手 教会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这段圣经很清楚是使徒保罗为门徒 特别是以福手的信徒献上的祷告 我想问大家 保罗的祷告和我们日常的祷告有什么不同呢 他在这里窃窃希望基督徒得到什么呢 其实我们看到保罗这里他只说了一件事 就是盼望神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 使我们真的认识 真的知道这位神 因为他知道 当我们如果真的认识这位神 真的知道这位神 其他的可能就不需要太多动员了 有个年轻人 他有一段时间在宿舍当中 常常好像魂不守舍 他的室友就问他 你是不是因为谈了女朋友 是不是因为你的这个女朋友 长得像女神 所以你变成这样了 他就说 你们来看就知道了 终于这个期盼已久的日子来到了 他们看到了他的女朋友 回来室友就对他讲 哇 他看上去比你说的好多了 你真的是有福的 我想我们和神的交往 在经验上也很类似 其实我们无论怎么说 怎么描写 可能都没有办法 把神的美善 把神的美好讲出来 我觉得保罗在这里 他也只好说 你们祷告 我为你们祷告 我盼望你们亲自认识他 因为我也没有办法描述得完全 可是当你们认识了他 你就明白我所说的 而且你也会像我一样 就是切切地 为这件事来祷告 来祈求 不过感谢主 保罗他有慈父的心 他除了 讲到这个祷告之后 他圣灵感动他 也说了三点 我想我们今天就讲这三点 我们认识神 认识神有福的恩招 可以从这三点来看 第一点 有福的恩招带来 有福的盼望 有福的恩招赋予荣耀的位分 这三点恩招带领我们 进入莫大的能力 在和歌本圣经当中 十八节的前半部分 保罗说我们要明白 神的恩招有何等指望 如果大家有英文的翻译 你会看他的翻译有点不太一样 或者重点不一样 他说的是这个恩招 带来怎样的盼望 他的翻译落脚点在盼望 英文是hope 这个盼望指的是什么呢 在保罗书信当中 特别是与福所书和他的姊妹书信 哥罗西书里面有一些说法 我想我们就来读 请姊妹读第一段和第三段 弟兄读第二段和第四段 那时使命于基督无论 在感谢的国民以外 在守境世的诸约上 是几个万人 因此活在世上 没有死亡 没有死亡 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 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 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 等候所盼望的福 并等候自大的神 和我们救主 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从这几段经文 我们看出可以至少两点 保罗所说的盼望 首先起始于关系的建立 当一个人与基督无关的时候 他是没有真正的有福的盼望 和永恒的盼望的 而当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有了这个 所说的荣耀的盼望 那么第二 这个盼望不是来自这个世界 这个盼望是从天而来 从神而来 而且是在天上为我们存留的 这样一个有福的盼望 永恒的盼望 特别是在最后一段 提多书二章十三节 就十分地告诉我们 他用了个词是Blessed Hope 就有福的盼望 他说这个盼望就是 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他要结束这个罪恶的世界 引进永恒的国度 因为这个盼望是从神而来 他就不会衰残 不会朽坏 而且永远不会叫我们失望 保罗要我们明白 神的恩赵带来何等荣耀的盼望 何等有福 其实当我们一个人 在永恒的盼望当中 我们才能够不至于失望 才有能力去忍耐 等候 当苦难患难 从四面挤压过来的时候 我们因为有这份盼望 我们可以不至于被打倒 但是或许 更大的盼望 是因为这个盼望 从天而来 从神而来 为我们存留 我们就不至于羞愧 而且 当我们一时软弱跌倒的时候 我们依然拥有这份盼望 我们不会失去这个盼望 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 今年九月份 有一位三十岁的美国牧师 名字叫Jerry Wilson 他自杀了 他撇下年轻的妻子 和两个年幼的男孩 这位牧师本身 有严重的抑郁症 他并没有隐藏 自己的这样一个疾病 而是告诉弟兄姐妹 他的挣扎 他甚至成立了一个 非盈利机构 叫The Anthem of Hope 就是希望的赞歌 他盼望让弟兄姐妹 虽然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在教会的家中 可以得到彼此的看顾 大家可以接纳他们 包容他们 用爱去扶持他们 使他们不再羞愧 不再隐藏自己 在他自杀前的几天 9月5号 他9月10号自杀的 他在这个网站上 写了这样一段话 他说9月份是自杀预防月 我希望大家都明白 你的生命是宝贵的 我想要你们知道 神爱你们 你们的生命是宝贵的 你们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目的 在这里有盼望 但是不幸的是 他最后没有胜过 疾病的挣扎 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感谢神 他的太太师母 第二天就在 Instagram上发文 他其中有一段话 对我感触量身 他是用对他先生的口吻说的 自杀不是终结 我不允许他 你曾经说过 盼望是我们的结局 主耶稣 才是我们的据点 有福的盼望 有福的盼望 我想我们 真的是要感谢主 给我们这个有福的盼望 这个盼望不是在地上 不是在今天 甚至不是在明天 而是在主那里 为我们在天上存留的 永不衰残 永不朽坏 为我们存留 当然我们知道 神盼望我们在地上 为他打美好的仗 我们绝不轻言放弃 可是我们也深信 神的呼召带领我们进入这个有福的盼望 这个盼望就不因为我们一时软弱而失去 他按我们的本相招我们 而且按照他的恩典扶持我们 这个盼望是个荣耀的盼望 拥有这份盼望的起点 在于我们身份的转变 当年我接受主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恩典 我们身份开始转变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成为神的孩子 神的恩招赐予我们一个荣耀的位分 在以福所书一章十八节这里讲到 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荣耀的丰盛 和丰盛的荣耀 这里说到神在他所呼召的圣徒 就是你和我当中要得基业 就是你和我 教会就是他的基业 基业当然可以翻译成产业 神在我们当中得的产业 就是我们 就是教会 而且圣经说 这个产业有丰盛的荣耀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想我们虽然还不完全 虽然还是会犯罪 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但是我们在神之面前 神就要投资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成为他的产业 其实我们想 如果说我们是神的孩子 孩子继承父亲的产业 那是理所应当 神给我们奖赏 神自己是我们的产业 这个很容易理解 毕竟孩子要领受父亲的产业 可是这里说我们在神那里 我们就是他的产业 我们就是他的基业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一个人投资总要做一些 不赔本的买卖吧 投资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 会不会赔本呢 神是不是想过这个问题呢 但是我们知道 神因着爱拣选了我们 他是不求任何回报的 他拣选我们 让我们成为他的产业 完全是因为他测不透的爱 他定义爱我们 他看我们为他的宝贝 他对我们说 你是我的宝贝 我要爱你 我要把荣耀给你为衣 要把荣耀做冠冕 戴在你头上 我要打扮你 你是我亲爱的孩子 我要让你成为最漂亮的孩子 要让你的荣光 使众天使都看到 我们都知道 做父母的爱自己的孩子 我们会给孩子们打扮 特别是女孩子 穿得漂亮亮的 我们要孩子学习好 让他的成绩好 将来可以有荣耀 让他们有学习各样的技能 或者是说课外活动 画画呀之类的 可以多才多艺 也可以大有荣耀 我想我们地上的父母 对孩子尚且如此 神要给我们的荣耀 神要装扮我们 那岂止是十倍 百倍千倍万倍 我想是无限倍 这全都是因为 我们是被神所拣选 成为他的儿女 成为他的宝贝 这有福的恩赵 赋予我们一个荣耀的位分 神好像一位国王 在路上看见一个乞丐 就怜悯他 而且要接纳他成为王子 就把他带到王宫里 给他洗漱干净 然后给他穿上洁净的衣服 带上王子的冠冕 可是乞丐对这荣耀的身份 突然来的这样一个身份和荣耀 他感到不知所措 他不知道吃饭要做哪里 他不知道要采取什么姿势做 他也不知道怎么用餐具 他对王宫的各样的规矩 完全不了解 可是国王给他说 没关系 你就慢慢地学 有一天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像这个真正的王子 可是乞丐觉得自己不配 而觉得规矩太多太繁琐 他宁愿继续出去讨饭 继续靠自己的力量能力去行 继续做乞丐 我想问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心态是更像一名王子 还是可能像这位要自己靠自己能力的乞丐呢 我听过这样一个说法 其实它是很常见的说法 大事去找神 小事不麻烦神 真的吗 难道你我不明白 作为王子和公主 神作为国王 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一切了吗 为什么我们自己活得 要像一个拼命 靠着自己有限的能力去打拼 拼命去经营 却不去向这位神来祈求来祷告呢 我曾经有一阵子和师母 为一些事情祷告 或者是说我说错 应该是为一些事情吵架 吵架的根源是鼠林的事情 就是祷告 因为她老是为一些小事祷告 好比说钥匙丢了 祷告 徒书馆界的书找不到了 祷告 诸如此类的 而且那段时间 她祷告特别灵 灵到一个地步 她说孩子们 找不到书你就去祷告 结果我就很不高兴 我说你自己书不好好放 弄丢了 我就不算了 你还让孩子跟你学 你说我们能不吵架吗 结果神很幽默 祂管教我 有一天我的车钥匙找不到了 师母就说 我们来祷告好不好 我说不要祷告 这是我自己 没有管理好自己的人生 要是丢就丢了 旧由自取 任自认倒霉 她还是很爱我 继续祷告 结果没过多久 她就拿出这个东西 在我面前晃 她说 哎 找葬了 要感谢主 弟兄姐妹们 所以你可以看出 在这件小事上 我就是乞丐 她就是公主 因为她知道 到父亲那里去求 我只知道自己 瞎折腾 感谢神 这些事情之后 我也越来越多地开始 为小事情祷告 我想我祷告最多的是 为车位祷告 以前在洛杉矶 经常没地方停车 包括出去旅游 到一些旅游圣地 经常没地方停车 所以我们就祷告 神总是非常恩待我们 感谢神 当然我想我们 不要总是停留在 什么事都求父亲帮忙 祷告的主要动机 我想不是为了别的 是因为我们已经 拥有荣耀的这个位分 我们是上帝的孩子 我们不要做 自以为是的愚昧人 宁肯自己去讨饭 而是我们把大事小事 带在这位 爱我们的天父面前 因为他是 那位爱到深处的神 他是一位细致入微的神 我们知道他什么都能 但是现在 有的时候我们被一些书祷告 也找不到了 也不灵了 神在锻炼我们 让我们成长 不能还像以前那样书乱丢 感谢主 我想神他知道 什么时候 让我们学什么样的功课 什么时候 带领我们 我们真的是愿意 像孩子一样 到神那里去求恩惠 求连续 做随时的帮助 同时也透过祷告 我们查验 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另外我们 荣耀的位分 我想不只是 是个人的层面 还有教会的层面 还有个集体的层面 教会的荣耀在哪里呢 教会的荣耀在于 我们可以像家人一样 可以真正的切实彼此相爱 神就是爱 反而住在爱中的 就是住在神里面 当神的爱 在我们当中的时候 有些比较害羞的弟兄姐妹 有些比较 可能内向 或者是不太说话的 弟兄姐妹 或者有些他 有些这种 自我形象比较低落的 弟兄姐妹们 他们也可以愿意 留在这个家中 不要在外面 像乞丐一样去流浪 那么这样的教会 团契小组 就可以能够彼此扶持 所以我想问大家 我们的小组 我们的团契 聚会当中 大家是否可以真的 可以打开心扉 透明敞开地 谈论事情呢 这是衡量一个小组 团契健康的 一个最根本因素之一 如果我们的小组聚会 大家来了以后 总是讨论一些 高深的神学理论 或者是 比较有难度的 圣经知识 可是大家戴着面具 说话处处防备 本来在的重担 来到聚会当中 插完经之后 反而平添很多 罪疚感 重担没有放下 反而更加的郁闷 这个 我深信不是神要的 团契和小组 神要我们彼此担当 彼此相爱 彼此祷告 彼此认罪 彼此扶持 彼此同心来侍奉他 只有这样的小组 才能真正地荣耀神 才能够把我们 所有的这个荣耀的身份 位分活出来 十几年前 我在洛杉矶的 一家教会聚会 被教会的牧师征兆 做小组长 那是第二次被征兆 第一次我做了研究 退下去了 有一段时间是每周五的晚上 在我们家中有聚会 这个聚会其实蛮特别的 有年长的老人 还有像我这样 会比我年长一点的 稍微中青年的家庭 还有没有孩子的 Young Professional 就是我们小绫羊弟兄姊妹的 这样一个年龄 我印象比较深的 还有另外两家 一家是教会资深同工 他们不做组长 请我来做 然后还有 曾经做过磐石教会 前任牧师的张志刚牧师和师母 在我们当中做组员 那个时候我们是在客厅里查经 在主卧室里面 做儿童施工 当时的聚会的成员 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 十五分钟车程左右的时间的 那些人 弟兄姊妹们 还有木道朋友 但是有一对 是特别 很特别的一对 我还记得他们 是因为他老公的名字 叫Simon 他比我年轻 那个十岁的样子 他们是要开四十五到五十分钟 从洛杉矶另外一处 赶到我们家 而且是基本上要 fight against traffic 就是要 就是在洛杉矶的交通当中 要开过来 可是他们一直来 有时候基本上来了以后 我们已经开始查经了 但是他们没有吃饭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基本上都会吃饭 所以也会为他们留饭 后来我就觉得 师母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她老来呢 我们就问她 她说没有别的 就觉得跟我们在一起很喜乐 觉得像一家人 当时的聚会 有一位年长的 年长大阿姨 她是从上海来的 那么她 她其实比我母亲 还要大五六岁 当时也没有受洗 有一次我们在分享当中 有一个问题 问给大家 跟大家门流分享 结果这位长者 她突然在地球前面前大哭 而且哭了一晚上 就几乎没有停下来 因为那个事情 那个问题 使她想到一件 非常伤心的事情 她没办法 没有办法停下来哭泣 好在那时候 我们有牧师在我们当中 张牧师在我们当中 我们就一起为她祷告 一起的就是陪她 安慰她 那个晚上 其实我们查经就 基本上查了十分钟 就在那里查下去了 就是这样 这个晚上就过去了 可是 我正常非常怀念那段时间 因为大家在一起 可以有欢乐 可以有眼泪 可以一同祷告 一同经历圣灵的工作 看到上帝的爱 就透过我们这样一个 家庭的聚会 能够彼此 在我们当中流场 其实没过多久 这三位 这对Simon夫妇 还有这位老长者 他们很快就受洗 归出主的名下 荣耀到底是什么呢 荣耀在于我们看到 上帝的恩典 看到圣灵在我们当中 做工 但是我们也知道 神的工作 必须要在一群 愿意的人身上 才能够显明 有人愿意开放家庭 有人愿意预备饭食 有人愿意做儿童事工 有人愿意带敬拜 有人愿意带查经 带诗歌 有人愿意服侍人 大家按照恩赐 来服侍 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爱中 可以摘下自己的面具 可以将心中那些 不愿意讲的事情和重担 可以分享出来 在爱里没有惧怕 当大家可以透明敞开地分享生命的时候 神的恩典 也充满了所有的人 所以我想我们教会 团契小组 特别是同工们 能够做的 就是制造这样的环境 成为这样的榜样 帮助弟兄姐妹 套用一句武侠小说的话 就是打通任督二脉 打通任督二脉 让我们的聚会 可以能够敞开 可以能够透明 可以让圣灵的工作 不至于拦阻 而是可以通畅无阻 当然我们需要很好祷告 因为如果圣灵不做工 形式在外表上 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求主帮助我们 神这个有福的恩兆 已经把这个荣耀的位分 给了我们 我们就靠主的恩典 把荣耀活出来 在爱中建立自己 建立主的教会 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 这样我们就看到 神的能力 透过这一群人 在我们身上运行 而且在教会当中 可以敞通无阻 有福的恩兆 就带领我们进入 这个莫大的能力 作为牧师 我常常被推到台前 特别是弟兄姐妹 希望牧师为他祷告 我还记得前不久 在UTF小组里聚会 我们就问大家 有什么分享 祷告事项 有位弟兄 他还没有受洗 他已经信主 他没受洗 他就想了半天 说我们 有件事 也不知道是不是要祷告 我们家有个大老鼠 需要做 叫请牧师来祷告 后来我们祷告了 因为这位弟兄 他与这位老鼠 斗争了一个多月 他放了老鼠夹子 可能还有老鼠药 放了大笼子 最后装了摄像头 后来发现不是老鼠 是副鼠 Posum 很大的 因为摄像头 我把他拍到了 他说这个 我们这个很狡猾 看到他狡猾的眼睛 他说我们要祷告 你们能为我 这个是祷告 他当时不是很肯定 这个是不是有用啊 结果我们祷告之后 第二天他就说 他把那个照片 放到微信群里面 一个大老鼠 在那个老鼠笼子里面 他说牧师祷告真灵 哈哈哈哈 我想一般人都觉得 牧师能力要强一点 所以请牧师祷告 可是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说 他向我们这信的人 他向我们这信的人 所选的能力 是何等浩大 你们告诉我 你们是不是信的人 是啊 所以你们有没有 神的能力呢 神给你们就有 我们看一下 下面的这段经文 就没想到 这个能力 照他在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使他从死里复活 其实圣经所说 这个能力 并不是指 我们说的这个能力 它说的是 神在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大能大力 从神而来 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 乃是神的能力 保罗说这个能力 使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 而且又使他升天 成为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是万有的元首 而且我们看 以赴所说前面 第一章前面部分 讲到我们基督徒 教会 已经与耶稣基督 一同在天上 一同地掌权 所以教会的能力 首先是来自于神 神赐基督能力 而我们 当我们与基督相连的时候 我们就有 从神给我们的能力 神的圣灵 充满教会 让教会有荣耀 而且也有 为主做工的能力 但是这个能力 我相信它最大的彰显 不在于 我们前面说 老鼠被抓住了 不在于疾病 好像得医治 甚至不在于 我们有平安喜乐 它最大的彰显 是远超乎这些 圣经告诉我们说 这个能力 是使死人 复活的能力 我们因着耶稣基督 已经与耶稣同死 同埋葬 同复活了 我们说教会和基督徒 有能力 首先的 和最大的能力 就是这里所讲的 我们在基督里 成为新造的人 是从死里复活的人 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 满有权柄 我们有这个能力 也是因为我们 首先有了神 给我们的荣耀的位分 所以我想 就算你祷告 老鼠抓不住 就算你祷告 疾病没有医治 甚至 可能你所爱的人 离开了我们 就算你祷告 你仍然依然活在 抑郁症的阴影下 可是请你记住 你依然 有神给你莫大的能力 因为 你和我因着信 已经与基督相连 祂使你我们 从死里复活 这是神已经完成的工作 而且将来 要有一个完全 丰满的彰显 这个就是我们的福音 这个就是有福的恩招 这个能力我们如何活出来呢 我想我们 没有时间细讲 他说我邀请弟兄姐妹一同 来读这段经文 请 我们有着宝贝 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四面受敌 却不会困住 心里作难 却不致失望 被受逼迫 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 却不致死亡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生 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 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 使耶稣的生 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 显明出来 这样看来 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 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但我们既有信心 正如经上记者说 我因信 所以如此说话 我们也信 所以也说话 自己知道 那叫主耶稣复活的 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 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 站在他面前 所以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 我们的能力 就是像保罗所说 是四面受敌 而不被困住的能力 这个能力就是 心理作难 却不致失望的能力 这个能力就是遭逼迫 却不被丢弃的能力 这个能力 也是打倒了 却不致死亡的能力 有福的恩招 就带领我们进入 有福的盼望 赐予我们荣耀的位分 进入莫大的能力 我请弟兄姐妹 起立我们一同唱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是叫 神的孩子 我们在神面前 既然是他的孩子 我们就有 神的力量 神赐我们的位分 神给我们的盼望 那我们带着孩子的一个心 去唱这首诗歌 神的孩子 不要聚散 聚不想伤亡 神在天上 不分手 也时时看不明 虽欲艰难 虽欲愁 忠哭 仍在他手里 他比较晚 是不想消灵 是你不被满意 不要看环境 不看自己 反正心 依靠他 你必须心得理 每个高高 神都吹尽 千万别放弃 永远不要忘记 你要重新走到你 神的孩子 永远沮丧 聚不想伤亡 神在天上 不分手 也时时看不明 虽欲艰难 虽欲艰难 虽欲愁 忠哭 仍在他手里 他比较晚 是不想消灵 是你不被满意 不要看环境 不看自己 雪崖 老陡 重新 你必须心得理 你必须心得理 每个高深的追听 千万别放弃 永远不要忘记 你要忠心走到底 永远不要忘记 你要忠心走到底 我想请弟兄姊妹们 可以在这个时间我们祷告 我们同声来祷告 来一起仰望这位神 把你的重担交回主 现在天父我们来见明天 主啊是那位美丽的主 你是奇妙的神 你是我们大巴父 在天上垂听我们的祷告 求你帮助我们认识 这孩子的未遂 也会在你面前 实在是常常重新点 靠着主的恩典 心意更新的变化 成为 神的孩子 我要聚散 聚母像山坊 身在天上 不分昼夜 时时看不明 随遍天难 虽有愁哭 仍在他手里 他比较晚 是不想消灵 是你不被满意 神的爱 神的爱 尽不调聚散 聚与无相伤患 也身在天上 不分昼夜 时时看不明 随遍天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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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遍天啊 лена到ич 太余遍天难 随遍天痴 简直 你孩子在住海中 都像他而行 永远不要忘记 你是神所爱孩子 好 我们一团祷告 先曝我们深深地知道 就好像一位写了很多著作的神学家所说 其实一辈子在信仰当中能够真正明白 耶稣爱我 我知道 因为圣经告诉我 明白我们是你所宝贝的孩子 明白你就是像那位完美 无缺的天父对待我们一样 来帮助我们 来扶持我们 使我们不至惧怕 而是能够凭着信心去领受你给我们这有福的恩赵 你帮助我们活出这有福的荣耀的盼望 你帮助我们珍惜你给我们的荣耀的位分 活出主的爱 并且能够靠着圣灵 靠着主的能力去做主所喜悦的事情 让你祝福我们 你知道我们若是不认识你 不是如此地深深地与耶稣基督相连 不是真的明白你 不是像保罗所说 我们的眼睛被照明 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 在路上活出一个喜悦丰盛的人生 你就帮助我们 因你怜悯我们 你更是亲手服侍我们 带领我们成为那喜悦的孩子 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无论年长的年幼的 我们都是你的孩子 我们爱你 我们要一生侍奉你 更靠主的名祷告 阿们 各位姐妹请坐